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歡迎大家回來 合子城932創自行商的每週正選生意推介 今集介紹一個資產轉任盤 什麼叫資產轉任盤呢 最主要會有兩個大分別 第一個資產轉任盤 就是一些我們可以叫做虧錢 或者是沒有盈利的生意業務 我們都會叫它做資產轉任盤 另外一樣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只是買身材工具而已 其實我也在賺錢 不過我不願意透露數據 你只買了一些工具或裝修 這類型也是叫資產轉任盤 而今日介紹的這個盤就是後者 它只是賣身材工具 而這些資產轉任盤 我們有幾個點是看的 通常會先看地理位置 而這個盤的名字 它的參考編號是SJ9538 它的簡介名叫做 沙田大牌特色餐廳頂樣 大家看到這個字 就知道有什麼特點在盤裡 第一它在沙田區 第二它是拿大牌的餐廳 這兩個賣點已經足夠有很多人 會去按enquiry 進去問 究竟是哪個地方 哪個位置 它在做什麼生意 已經是這樣的了 我們一直說下去 如果你對它做餐廳有興趣 或者你想頂手一個在沙田區的大牌餐廳 一定要聽下去 在開始之前 記得幫我按訂閱 還有小鈴鐺 有什麼最新的生意資訊 第一時間告訴大家 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說這個餐廳有什麼特色 第一個特色 它已經在同區開了18年 在一個位置開到18年 經歷了租約 也可能是6至8條租約 可想而知它的生意 也有 第二它是在沙田的民生區 周圍都是大廈 周圍都是住宅包圍住 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賣點 在沙田區大家都知道 一個非常非常人多的地方 如果你說做大牌餐廳 這個區這個位置 絕對適合你去做 然後客源就十分充足 說到1,500呎的地方 在沙田區有多少錢租金 絕對非常合理 5萬8千元租金 更加可以說是低的 它現在賣多少錢呢 就是賣45萬 東主最主要放手的原因 就是因為要退休了 這45萬裡面 會包括了什麼身材工具 給下一手買家呢 包括了60個座位 即是可以供應60位客人 接著有收銀機 所有的桌椅 名火爐 接著有矮仔爐 汁爐 湯匙爐 熱水餐 炒爐 焗爐 飲品雪櫃 冷氣機 蒸爐 焗爐 電飯煲 飲品雪� 冬櫃 冰櫃 POS機 炒爐 冷氣機 電視機 CCTV 一應俱全 即是要做到這個業務 所有工具都齊在 接著是可供應 供應商的資料給你 東主也有提及到營業額 大概是60萬一個月 即是平均每日做2萬元生意 人均消費80元至晚市250元 入貨成本和一般餐廳差不多 30% 大概是18萬的入貨成本 有什麼支出呢 水費5500元一個月 電費21000元一個月 煤氣2萬元一個月 集費2000元一個月 NPF大約12000元一個月 因為它只是賣工具 所以員工都沒有留下資料給你 但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絕對可以打電話 92932 932 叫我們同事 帶你去實質參觀一下位置 看看附近的房子 夠不夠 做到60萬這個生意 OK 今集要介紹的 就是差不多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 關於生意的資訊想知道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懂得回答的 一定會回答到大家 OK 今集到這裡 跟大家說聲拜拜 拜拜